让我们说一下葡萄酒 跟我们传统的中国酿酒方法 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制作工艺 我们以前用的这种制造黄酒 米酒的方法是用植物的种子加酒取 酿出来是米酒 这个葡萄是果 它不是石 葡萄籽是石 它是自在发酵系统 也就是说你把一个葡萄熟了以后 你也不用管它 你自然放着 它自身带着一种降解的煤 就会把自身带的那种果糖葡萄糖 分解成酒精 然后我看到很多野生的 这个拍野生动物的 有的猴就跑到这个树洞里 掏这个葡萄吃 最后把自己喝醉了 所以这个葡萄酒呢 是纯天然自然用自身的煤 发酵的这么一个酒 确切说是果酒 是果酒而不是粮食酒 所以这个酒呢 从它出身来看 它的营养价值就不是很高 但是它的这种调味 调气味 这个愉悦精神 成分就偏多了一点 安稻的 有终于是为了解的 因为它是为了解的